位在盧竹區中正北路及南竹路的十字路口 不僅是許多民眾通勤的主要道路 同時也是民眾前往南坎或十大族的交通要道 而近期因為監獄綠線的施工 因此也造成當地出現交通擁塞的情形 中正北路現在正在施工 我們一直也要求捷運級 那麼幾個比較敏感地段的地方 要趕快進行駐體的 把它趕快新建好 尤其在南竹路中正北這邊 因為你靠近南竹路這邊的柱體 你不趕快施工完成 我們這邊很難去改為三車道 也就是說這一段可以同時左轉的車道 因為你的柱體還沒有完成 你沒有辦法去退縮 讓車道多出來 所以我一直要求捷運級 儘快在今年把靠近南竹路這一側的柱體 要趕快把它完成 桃園市捷運率現近期 比正如火如荼的施工當中 不過在盧竹區中正北路上的捷運預定地 因為位處在主要幹道 因此也引發民怨 對此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未來也將會是施工進度 並針對周邊圍禮的設置進行檢討 有關於我們施工圍禮的部分 我們會是我們的工程的進度 就是在我們的橋面板 我們橋面板完成了之後 我們會在適時的檢討 我們施工圍裡的圍設的範圍 有關於民眾反應 就是上下班尖峰時刻擁賽的部分 我們會請我們的公務所 跟承包商的部分 加派逸交的部分 在上下班尖峰時刻 來指揮交通 施工期間造成不便 進行民眾見諒 而我們這個工程 預計在114年底 我們會實際的完工 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在中正北路及南竹路口的 捷運率現施工進度 大約完成11% 而捷工局也預計在民國114年底 完成捷運率現的興建 對此捷工局除了在施工期間 加派移交指揮交通 另外也請民眾注意安全 造成不便進行見諒 記者王中軍團報導